本节目有百年品质 西班牙原装进口贝蒂斯特级出炸橄榄油 独家冠名播出 大家好 欢迎各位 上到街上到财经野人文 各位好 欢迎收看 由西班牙黄石用 由贝蒂斯特级出炸橄榄油 独家冠名播出的波士堂 我是主持人袁明 据说对一个人最高的评价是 虽然歌不在江湖 但江湖上流传着歌的传说 今天我们介绍这位波士 就是一位有着无数传说的金牌投资人 在今年的四月份 他宣布从投资界的江湖中退休了 我们知道这一位波士 他投过 鞋成 儒家 腾讯 这些都是他的传说 这样的一位金牌投资人 他选择退休 他是真的退了吗 关于投资人与创业者之间的关系 他又会爆出一些什么样的猛料来呢 好 我们就有请我们今天的这一位波士 IDG资本创始合伙人张苏洋先生 有请 欢迎你 欢迎你 来 来 来 对不起 来 苏洋 你看 直接就往红沙发上走了 不过呢 我很抱歉地告诉您 新节目 新规则改了 改了 改了 这个现在是极客团发问 现场观众要亮灯 他们觉得你说得好你才可以做 如果说得不好你就站着 那我就站在这 张苏洋 我的问题很简单 就是您四月份说要退下来 您是主动退休 累了休息 还是被逼无奈退休 很厉害呀 我是主动退休的 我以前在高盛 很多人是被逼着退休的 这没有什么好丢人的 我 没 没 没 我 没 没 我 没 没 我 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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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把一些通道要让给年轻人的 您又不是科尔比 对吧 科尔比前两天退役 大家都觉得很正常 对 他退休 对 你知道 巴菲特80多岁了 对吧 他依然活跃在投资的第一线 我一直不认为投资人需要退休 所以想问您一句 您觉得是体力不行了 还是脑力不行了 我的天啊 这个问题本来好伤人啊 体力和脑力的话都没有不行 但是公司发展的话 它要有一个机制 国外VC没有超过什么 五六十个的那种 国内的话 现在基本上大VC的话 基本上超过一百人 听说您是一个非常非常孝顺的人 所以我想知道您退休这个事情 这一点差不多是 对 对 对 您是怎么跟你母亲沟通的 因为老人家可能年纪大了嘛 退休他会不会理解成 就是失业了呀 然后你怎么跟他交通 没有 那个就是 因为我母亲基本上 她相信我的决策了 我就跟她有一天 然后我跟她说一下 她马上就讲 哎呀 杨杨啊 早就应该这样 身体最重要 就完了 那么忙干嘛呢 身体有出了些问题吗 也不是身体有病 就是说什么呢 她感觉我原来整天忙嘛 就是说 干嘛呢 就是说这个事 她也不知道你整天忙点啥 你们快把 快把张总逼得要来 母亲啊 就母亲你再大 她感觉你还是个孩子 为什么一个退休都能上头条 我觉得这个事情的背后 是有人在炒作吗 我都不知道 那您考虑了多久 总不可能说 我今天想离开 我明天就去发布 我那个春节在大西地度的家 待了那么一个星期 然后我就感觉到 哎 这样可能比较好 就完了这个事 比较简单 轻松 没有那么多的猜测 考虑得很复杂 像您这样的年龄 是最好的年龄 因为您现在的年轻投资人 有的是新锐的眼光 那那么缺的是长期的经验 而您有这么好的经验 是现在不会觉得太早了吗 所以我可以做一些 我自己感兴趣的事 可以说IDG是我们中国 VC行业的黄埔军校 但听起来也挺悲催的 留不住人才 是不是成为IDG过去几年 一直发展的一个瓶颈 所以您的退位 也是想要解决这么一个问题 没关系 我回答这么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 不是前面的一个必然的一个后果 这是一个主动考虑的后果 所以我为什么我说 我这个是主动的行为 就是在这里 那么第二点的话 IDG本身的流失率 和其他的一些大的基金比的话 谁都不比谁更多 或者更少 因为你们的人比较多 所以绝对人数 看起来在外面散播的比较多 我们的绝对人数也是多的 但是现在赶上 我们这个绝对人数的话 著名的基金 至少三四个了已经 是啊 所以但是对于我来讲 就是VC做到那么大 一定是有问题的 这VC原本上 是不应该做到那么大的 所以您觉得 IDG是在整个发展上面 从规模上和体制上 出现了根本性的问题 所以您以退位的方式来 用公司制的管理 来做VC的话 这个里面是有问题的 您刚刚说到的 就是说因为公司大了 这不是VC应该有的模式 一个公司制 那您选择离开给他们机会 我好奇的就是说 您是管事人 首先我并不因为是 IDG是越大偏公司制的管理 我因为这个道理我走的 我并没有表达这个意思 你为什么把IDG 带到正道上呢 砍掉一般人怎么了 IDG并没有在外道上呀 对 您投的非常多的知名的案例 都是挺多年前的了 包括携程这样的案例 最近几年我们比较少听到 市场上有一些新锐的企业 是由您或者是由IDG来投的 看看现场 有一位新人的 待会我告诉你几个新锐的企业 很年轻的新锐 叫顾杰的同学 就是我们张总投的 在知识结构上 和您现在从事的 这个日趋变化的VC的 这些项目过程中 您有没有力不从心的 一点点感觉 比如说知识结构啊 包括新的更新啊 我到目前为止的话 除了基因技术 所以我最近在学 一个美国翻译过来的遗传学 因为基因技术的话 遗传学是基础 我大胆预测一下 您是不是因为 在IDG里面人多了 那每个人分钱就少了吗 对吧 那我自己再做一个基金 我专门去投一些前沿类的 比如说医学类的一个基金 是不是有这个可能 我讲两点啊 就IDG的老合伙人的弱点呢 就是对财的追求啊 没有那么的激烈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呢 现在全国那个有好多家 是专门做那个 跟医疗有关的了 如果要做的话 我不会专门做医疗 因为我事实上我个 我这个人是对好多 稀奇古怪的东西 都感兴趣的人 您让我把一块东西给切掉 我肯定难受得很 顾洁啊 我知道你是张总 在IDG投的一个项目 是做这个 对我们做的呢 也是他说的 这个稀奇古怪的项目之一 我们的做呢 是跟人相关的 这种机器人啊之类的 前一段时间呢 耳闻说他要退休 所以呢 我呢当时不好意思问他 上个礼拜我见到他的时候呢 我发现张总呢 还是一如既往的 他对这个技术的热情 是没有变的 而且他的心态特别年轻 所以其实他退休呢 反而对我们是个好事 他有更多的时间 跟我们创业的人在一起了 我问问学峰啊 这个有评论说张总 张苏洋先生从IDG退休 是VC界在中国经历更新换代的 一个标志性的大事件 我就很好奇您刚才讲的就是说 你现在退休下来 去做一些自己愿意 喜欢做的事情 难道你之前在IDG 未知奋斗的20多年的 这个VC的事业 不是你喜欢做的事情吗 是我喜欢做的事 没错 那发生了什么变化了呢 没有什么变化 作为一个公司来讲的话 你必须要给年轻人 要有一个通道 但是刚才您讲的 之前您这个邪臣啊儒家 你现在一如既往 还在挖掘这些明日之心 明日的独角兽 干得也很欢 我退休以后也可以做这样 为什么要让造 给年轻人呢 这应该是不论年龄 所以薛峰 你的判断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是 我听了以后 我感觉我自己很 有点悲伤啊 他老大哥要退了 是不是该轮到我了对不对 所以你还比较少 你还比较少 如果我今天是一个媒体的记者 听了刚才一场极客和 我们张总的互相之间的 这个唇枪舌剑的交流之后 我得回去写这份报道 你觉得这个文章应该怎么写 来 中文系的简方 张苏洋从ITG退出 惊人内幕 别有隐情 句号完了 确实是中文系毕业的 惊天内幕 好了 惊天内幕怎么挖 就靠各位来挖一挖了 退休后他有很多喜欢的事 他这个喜欢做些什么事 我第一呢 我好奇心重 那个 那么尤其我感觉到 有些东西我自己可能做不了 我能够跟他一起保持一个合作 然后把他做大 这是个很好的事 您是不会退出这个投资大舞台的 对吗 我啥也不会干 我只能做VC的投资 我其他都不懂 你让我忘了一个企业我也不行 所以呢 更多的可能性 我出来以后还是做点VC的事 学峰 用你最后今天一句话 来给张苏阳先生的退休生涯 做一个总结 我觉得苏阳是在VC的 马拉松长跑中退而不休 开始第二段精彩的创业人生 这个总结很到位吧 今天现场的观众朋友 我们张总从走上舞台这一刻 直到现在面对极客团的唇枪蛇剑 来谈他退而不休 即将开始下一轮创业历程 你们对他的表现满意吗 满意请亮灯 新的规则是超过20站 你才可以坐下 谢谢 不到20站得站着回答 恭喜你 你一共获得了38盏灯 从当年您是一家国有企业的副厂长 加盟外资企业 加盟IDG成为他的创始合伙人 然后一路投资 陪伴了450家初创企业 见证了超过100家 被投企业的成功上市或者是并购 20多年过去了 你依然喜欢这份工作吗 是啊 它带给你最大的乐趣是什么呢 满足好奇心 看这家企业自己的判断力 对 你对有一些新的东西 而且这种新的东西 可能会被为之应用 而且你看着他们的成长 你就会有一种特别享受的感觉 成就感 我可以这样理解 可以这样讲 对 但是成就感对我们这些人 可能用不上 因为咱们这个行业 属于社会闲杂人员了 那是对伟大的人员 可以用成就感 我们就是满足自己的一些希望 就可以了 那我们来看看2015年 您投资了哪些企业 哪一些给您带给了极大的满足 这个拍得挺好 还回到我之前的问题 还是非常偏传统 我们没有看到非常新的商业模式 和全新的趋势 我去年做了几个 所谓宇航讲的性感的项目 第一的话我们做了极易验证 它是通过24个指标 对你的整个或者键盘的伪重 或者你手机摇的伪重 因为你现在用移动互联网的话 你做那个验证码是很难的 就在电脑上面做的话 可能都经常你要输三次都不对 我们很简单 我们这摇一摇就可以了 这算性感的 我们那个机器人项目 他们原来做的参与的机器人 是原来我们如果假定 要卖瑞典的 要120万美金一个 他们当年做的东西 可能就要卖200万一个 但是他们现在做新的东西 新的康复的东西 所以我们也投论 但这个好像也是走了 中国传统制造低成本高效的 这么一个传统老 他们制造里面你可以说 它里面有成本因素 有成本因素 大概有 但是更多的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更多的是在一个软件上 以及包括这个控制模型怎么做 这里面的价值原理上要比那个高 所以这也算是一个性感的项目 因为我们看很多IDG的项目 其实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 从早期来说 每个项目投的金额都不多 像撒胡椒粉一样 一把撒过去 总有能中的 所以我想说做早期投资 您看来到底是眼光重要呢 还是钱多 只要我砸得多 总有几个冒出来的 是不是技术含量会更低一些 我首先来说一句 你钱多 你砸个比如说100亿下去 总有一个会成功的 大部分情况 你就闭着眼砸 那都会有一个会成功的 但关键问题 就是你这个基金 最后的回报是怎么算 你又要回报又要高 你就必须砸进去的钱 要相对来说 要比较准确 所以过去几年 在VC行业里面 IDG的业绩 是不是还像最早期的时候 那么亮丽 从回报率上来说 还是一马当鲜的呢 为什么大家可能很多人 他记得的是IDG早期的 因为早期的时候 IDG投资了以后 按照信息论的角度来说 它的桑比较大 就说什么呢 狗咬人不是桑就比较小 那么人咬狗桑就比较大 当年公司就不多 你发生了一个投资 大家都知道 现在投资多了 IDG的那个整个的回报 我们基本上国内的话 总是在Top5里面的 为什么说现在 都说风口上猪能飞起来 其实也只有极少的几只猪 能够在风口上飞 大部分都是在锅里熬汤 那我们现在风口上 有好几只猪啊 我问其中一只猪 Papi Jam 今天出来是 两千两百万的 那个投标出来了 然后那个罗胖是 一千两百万的一个投资 Papi Jam 网络红人 2015年10月 她开始用变音器 发布原创短视频内容 以一个大龄女青年形象 出现在公众面前 Sophie 农村港 听听着你 为什么要让我长得这么好看 我不懂 我真的不懂 我真的好害我的爸爸妈妈 把我像她的标志 她的样子 做了Playboy 她就把我的控制了 自己了 我真的好害怕 你真的好害怕 凭借张扬的个性 毒舌的吐槽风格 调侃实施 短视频迅速引爆网络 微博自媒体短时间粉丝 突破一千万 同时也引发了争议 2016年3月 被称为2016年 第一网空的Papi Jam 获真格基金 逻辑思维 光源资本和新途资本 共计一千二百万人民币融资 2016年4月21日 Papi Jam贴片广告 派出两千二百万人民币 如果是您的话 您对Papi Jam这个自媒体 您会投资吧 有什么看法 我的专长不在这个方面 我在这个方面的判断 相对来说 不如他们在这个领域 更靠近的人 我感觉到 他们对这个问题的那个看法 可能要比我更接近于一个 实际的情况 所以他们跟您具体大的区别 是不是就在年龄上 不是在年龄上面 这是一个口味的一个问题 是口味的问题 这个也挺有趣的 您还在不断地学习新的东西 也很有好奇心 学什么遗传学 就是对网红经济彻底没兴趣 不 网红是什么概念呢 网红实质上就是说 它的媒体价值 大于它的实际的专业价值的时候 网红产生了 如果它是一致的情况 它是不会成为网红的 如果我是投资人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传播 跟我们过去的传播 有了翻天覆地变化 这太值得投资了 VC投资是比较讲究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趋势 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是常识 但每个人看这个网红 有它自己的口味 我这个人做事 做投资的话 我希望不要超过 一个环节的转换 因为网红啊 它基本上是有一个时间段的 你怎么在这个时间段里头 你最红的时候 能把它做一个 比较好的模式出来 然后让它一直维持下去 这是最大的问题 帕皮酱 我现在不会去投资它 而且它肯定估值偏高了 因为像这样的公司啊 既然是红了 会发紫了 然后接下来会怎么样 难说 而且估值现在肯定是高了 红了 紫了 凋谢了 但是VT想找到一个 它至少能够 红一段时间的 至少要红十年 十五年吧 它然后它可能到最后 它转了以后 就并不是靠它原来原本的东西 直接赚钱了 就跟当年《红龙梦》 当年好多人 所以有一个人研究说 它是明朝的 所以为什么说是明朝的呢 说贾宝玉喜欢胭脂 说胭脂者红眼 红者猪眼 猪者明眼 所以就说它是明朝的事 你如果一个投资的东西 要通过好几个环节 来进行变现的话 这一定是一个 很难的一个业务 刚才您讲到这个IDG 投了很多很好的项目 对吧 早期的 晚期的 反思一下二十多年 你有没有 你觉得这个项目 我遗憾 我错过了 我最遗憾的话是 马云没让我投 是您没投 还是他没让您投 他没让我投 他看不上IDG吗 当年IDG就三间破房 人马云进我们房间的时候 是这样看了一圈 马云跟我讲的话 他说你是第十二家找我的 后来他是在前面八家 找了三家投的 苏洋 我知道有一家企业 这个现在是千亿市值的 当年找过IDG 而且找的是苏洋 而且是我带着他去找苏洋的 讲个名字吗 分众 分众 分众是这样 我当年跟南春呢 我是直接谈的 对对对 没错没错 那么这个事的话呢 我们内部批评过 因为我们比较俗 对 很俗很俗 我如果把它估值高的话 我对不起IDG 如果估值低的话 我对不起他 是不是因为在那个时候 竞争不激烈 基金没有那么多 所以说这些企业能找到的 投资人基金没有那么多 应该话是这样讲 当年的可能的企业 就创业者没有现在多 但是当年的资金 也比现在少很多 现在的创业者多了很多 资金也多了很多 是这么一个情况 早期的时候 投中的概率大 比现在大 对吗 也很难讲 也很难讲 我感觉到差不多 来 我们今天现场有一位 顾杰是张总这两近年 投的企业 当时有没有其他的基金 你去照顾 因为当时也认识一些 风投的一些朋友 那么当时也联系了一下 苏阳 然后我就去见了张总 那么其实从前的角度上来说 IDG因为它有一个好的品牌 所以它给的估值 其实并不是最高的 但是就像刚刚张总说的 中国人做事情 其实是有一些感情因素在里面的 刚刚初创的时候 并不需要完全是钱的因素 谈钱伤感情 可是谈感情就伤钱 一点不是 一点不伤感情 我当时问张总 我说你们对我们有什么希望 张总说我们就想挣钱 他还是很直接的是吗 所以这个投资过程是很顺利的 当时我预想的应该是很顺利 因为我觉得这种刚起步的一些钱 应该就直接 一个礼拜就到账了 结果他们派了他们的投资经理 做了非常详细的 很严肃的三个月的这个调研 当年投他们的时候的话 因为产品也没有 只有一个设想 当然我们是认证他 因为他们原来做到过 这么一个级别的产品 是这样一个理解 刚才看到那个视频里面提到 你就三点 人 人 人 那么要什么样的人 你认为他比较靠谱 我拼命地从顾杰身上 去看这个人的这个特征 暂时就看出清秀两个字 顾杰首先的话 是一个诚信的人 这是在人里面最重要的一点 第二 顾杰是一个负责任的人 他对员工负责任 基本上我们投到现在 我感觉对投资人也负责任 那么第三的话 顾杰他想在某一个领域 将来做到国内最好的 他有这么一个雄心 看了几次顾杰 跟他交流了多久 认识他多长时间 决定投资他的 我差不多跟顾杰认识了 大概两个月左右 您觉得两个月左右 就能够把一个人的诚信 和负责任能够看得很明白吗 这个就是水平啊 如果讲到这点的话 我一点不可惜啊 你眼就能看出来 我就是比别人能够在两个月 在这方面能够看得准 那您在过去的投资经历里面 有没有看走眼看错人的 当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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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不是绝对的 这是一个概率 张总 我觉得准不准呢 还是要现场试一试 我们今天现场有两个创业者 比较年轻 一个是周远凯 还有一个是古伟 有一个非常 VC经常会碰到一个场景 叫电梯的这个pitch 对吧 一分钟电梯时间 好不好 来 两位请到台前来 看看你们能不能得到我们张总 ID级金牌投资人的这个认可 一分钟的时间 我们大屏幕倒计时开始 我们是一个基于微信用户端的 一个海归社群平台 我们的产品分为线上和线下 线上类似海归校内网 加link in 领英的模式 线下呢 我们会凝聚一些高净值的人群 一些海归人群 做一些线下活动 我们已有的微信平台量 一年多已经增长了70万 每日的用户年性 超过5万4的点击率 并且我们H5的界面 这个月就会上线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很通融的一分钟 现在聊到远凯 张总你好 我是一名90后的再度博士 同时也是一位创业者 我们紧抓一个 喊了二三十年 却一直没有得到普及的 智能家居这样一个行业 用我们的小K智能插座 这样一个单品来切入市场 那我们下一步在做什么事情呢 首先我要输出我的核心的物联网 模组技术 来帮助更多的用户感受智能生活 我特别想要问您的是 在智能家居这样一个 这么难推进的这样一个行业 您怎么看 您先给他们打个分吧 这个一分钟表现怎么样 从我们那一分钟的 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两个人基本上全都是OK的 那个远凯的话呢 他是再度博士 但是看上去他不像一个博士 那么这样的话呢 大家是喜欢的 反而我感觉到 你的那个市场的倾向 会更强一些 因为这个插座 国内有很多人在做 就你这个插座 到目前为止的话 你比别人好在哪里 体积小 价格轻 价格便宜 价格便宜 好 我感觉到这个业务的 本身的最大的一个挑战 是怎么卖 可能不是它原来 就是说这个里面的技术 要做到多少高 是的 是的 是关键你怎么卖 要比你的这个技术的设计 更关键 它将来花的力气更大 你会投吗 我可以去看看 我们可以交流一下 那我觉得站在旁边的谷伟 肯定心里很难受 要不要也追问一下 而是你对它的这个海归网络 交友这样一个APP 完全不感兴趣 那你最后你想做一个什么事呢 其实我最后只是想 那你这个仅仅是一个手段 对 你就相当于一个敲门砖而已 对 那么你最后 假定这个门给你敲开以后 你还是要做一个事 对 那么这个事你想做什么呢 我们首先切入的领域是教育 因为我首先觉得 教育是人人平等的 并不是说我现在有一点条件 可以出去读书 我就应该可以学到好的知识 有一些人被迫留在国内 我就不可以学到一些 专业领域的知识 那么我觉得教育 是我第一步想要做的 中西文化的一个切合点 但是这一点的话 就是教育本身 并不因为它是个海归 它就有一个 可以来教育 国内的一些人的一些资格 我不感觉到 这个是个主流的状态 所以我 就是说你敲开这个门以后 你必须要拿到主流的东西 如果假定你敲开这个门 你做的还是非主流的 那你前面东西就浪费了 这个打击蛮大的 对 那你准备接下去 修改一下你的创业方向 对 我会微调 但是我想说的是 我现在想要做 因为 因为它现在估计 先把基础打掉 对 我要做一块砖头 做到足够大 我能够把这个门 一下能够敲开 我才能知道我下面的 它小的话它就敲不开 敲开以后然后再想 我敲开以后 我到这房里头干啥 哪怕再异想天开 或者看起来不切实际的念头 你作为投资人 也会发现它闪光的地方 对不对 你会投吗 我们要会的要考虑 就说它这扇门打开以后 它这个砖头 要做到多少大才能打开 因为你在这个方面 要做一个评估的 你比如说这个东西是70万 它可能要到200万才够用 那你要考虑到 是不是能够达到200万的可能性 它是不是能做到呢 谢谢 谢谢张总 谢谢谷伟 谢谢袁凯 特别要谢谢张总 真刀真枪 实打实的一场 顶级投资人和创业者之间的对话 所以你看张总在问这两个人 就问很接地气的 就是搞清楚你到底做啥 怎么个做法 为什么是你在做 其实VC投资决策的那一段 没有一个项目是十全十美的 你怎么样看到你的风险 你怎么样做一些分控的防备 然后你说是我投了 所以这点来讲 还是姜是老的那 我觉得您说的这句话 真是到点上了 姜还是老的那 所以我觉得任何创业者 想要把自己有所成就的话 有的时候忠言逆耳 这个姜很辣很辛辣 但是如果听进去了的话 还是有很大的价值 您每天都是看别人的商业模式 那您觉得作为VC基金来说 VC这个行业 它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呢 一般呢 要考虑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 就是这个基金团队的能力 通常来说 是它过往的业绩 来看它原来的一个情况 另外的话呢 就是说你这个分配机制 是不是能够做到所有的人 或者说骨干 它是不是也有一块满意的收入 第三的话呢 是它的一个团队潜力 这个潜力的话 就是不是它有一个梯队 你别全部岁数大的 全岁数年轻的 第四个是决策能力 我这一千万美金 我是放还是不放啊 手要抖吗 什么时候手不抖 其实这里边多多少少 透着有泡沫的这个感觉在里面 在天使轮或者说是种子轮 什么都没有 一亿美金进去了 还不是估值啊 您对这泡沫的看法 有泡沫比没有泡沫要好 你比如说证券市场 假定没有投机成分在里面 不存在证券市场 所以只要有投机 它一定是有泡沫 它才会投机的 那只不过就是说 对一个投资人来讲 你要知道哪里有水 那泡沫里头总有水和空气嘛 你要找到那个水的地方 这是你的本事 张总您觉得 是不是会有这样的情况 维西自己在跟风不说 有时候还会引领一些风潮 误导一些创业者 您觉得有责任吗 现在的社会包括企业 就越来越讲究流行了 包括技术都是流行 可是流行命都不长啊 对 都是流行的 但是在流行当中的话呢 它会产生价值 你说路由器和那个交换机 后来就有交换机来做 虽然它们可以做相同的 但是流行人家就是交换机 后来就基本上都是 交换机的天下了 就是这样 那么现在也是有很多 是这么一个情况的 第二点的话就跟什么呢 原本没路 那么走的人多了以后 它路就出来了 海南当年市场几乎没有 八万人一下海南 它就出来了这个市场 我们现在这些年轻的创业者 他没有资金 没有资源 没有社会经验 人家他的朋友嘛 去外面打工 是给别人打工 那自己创了业 在自己的企业里呢 是给投资人打工 而且现在出现了 像您说的 很多投资人他会 比如说过多地介入 公司的这个事务 架空管理层 甚至是剽窃这个 创始人的这个idea 这种现象其实层出不穷 主流的投资人 原理上来讲 在风险投资这个阶段 他不会占你更多的股份 他还要千方百计 保证你的创始团队 要达到一定的股份以上 因为投资人 只有你赚钱了 他才有可能赚钱 你不赚钱 他是赚不到钱的 有一些非常知名的美元VC 他们出了名的 就是早期给了三个月的 叫排他期 不允许你去跟任何其他投资人去谈 然后在到期前的几天 突然之间杀价 再比原来的价格要杀一半 用这样的方式获取它 非正常的一个暴利 而且这是知名离析 通常来讲 只要你当时讲的东西 跟它精调的东西是符合的 那么因为当时在 出特定系统的时候 已经把这个价格都谈成了 但一般就是按照那个价格走 它通常要改变价值是可以的 价格 是它在滴滴的当中 找到了一些问题 我说的这个案例里面 是没有任何问题 假定是没有问题的情况下 那个时候 它已经没有时间再去找了 可能账上的钱也不够的情况下 是应该被迫地去接受 这样的一个丧权辱国的条款呢 还是说我斩钉截铁地重新再来 当你已经找不到更好的 在商业上一个 更好的一个DEO的情况下 你只能接受一个 可能不太好的 但对你来说 它至少解决了问题 所以您看这样的同行的时候 您会觉得是不止于 他们的这种行为呢 还是觉得在商言商 它利用了游戏规则 来达到它的目的 我们这个行当并不鼓励这种 投资人天生就是要赚钱的 那创业者要接受投资人的钱 本来也是有代价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游戏基本的规则 运气好 看人看得准一点 碰到的人好一点 那运气不好的话 我觉得应该吸取教训 刚才这一轮 创业者投资人之间的互动 充满了干货 各位觉得张总的表现如何 是否也让你觉得 心有气气焉 学到了很多东西 支持他的表现 请亮灯 每一盏灯都为您点亮 恭喜 谢谢 谢谢 对风险投资的热情 和二十多年的行业经验 让张苏洋成为今天的金牌投资人 并用自己的魅力 赢得了现场观众的认可 如果机会再来一次 他还会走上维C之路吗 如果张总您假设现在年轻 二十岁 其实像三十多岁 像我们一样的时候 在这个创业的浪潮 您现在会选择创业吗 历史不能重复 假定重复的话呢 以我现在的心态 我是做不了创业的 因为我这个人 如果让我做一个企业 我最愿意做的是一个中型企业 我不是做大企业的人 第一 我没那个财 第二 我这人懒 大企业太忙了 中型企业呢 你现在稍微有点小名声 管理上又不是那么复杂 大企业多复杂呀 是吧 如果你选择创业 您怎么去识别 不靠谱的这个投资人 第一点 这个VC 是不是对你特别的tuff 是不是跟你在一个 正常的交流 他即使指出你的问题 是不是像挑字一样的 那种挑 这都不要去找这些人 你要找那些正常的 他和你是平等交流的 他可以咨询你的专业的东西 但不要你感觉到 他跟你好像因为他是投资人 他有钱 你要他的钱 他就在那儿好像就是指手画脚 千万别找这些人 第二的话呢 你别找那个最贵的投资的 往往最贵的它都有问题的 当然你一定不会去找最便宜的 你就找把这两家去掉的 很多投资人一听到女性创业者 就觉得女性 一 逻辑思维可能没有男性那么强 二 女性的退路太多了 她可能有家庭 生个比如说好的子女 也是很幸福的事情 那您怎么看待这一件事情 我投了一个女性创业者 她在香港上市了 中国投通讯的 就基本上没有人 拿到高的回报 我是不排测投女性创业者的 只不过我在投资的当中 我会来判断 这个是不是适合女孩来做 我相信面对这样一个金牌投资人 各位创业者的问题一定会有很多 但是今天我们面对的是 电视机前的普罗大众 他们想知道的 除了作为一个金牌投资人之外 他还有哪些可爱的地方 好 您愿不愿站到舞台中间来 我们进行一个快速的问答好不好 我知道您有一个很特别的爱好 就是爱去二手市场收藏影响设备 我喜欢倒腾这应该讲 倒腾这些 来 我们快速快问快答 好 您站在中间 我站在中间 您收藏过的最贵的一台影响 是什么牌子 我买的二手的最贵的CD是8.8万 后来卖掉了吗 欢迎回到游西班牙黄石油油 贝比斯特级出炸改来 由独家冠名播出的波士堂 欢迎登陆一台网一台客户端 收看波士堂同步视频 节目花絮 嘉宾观点分享 参与评论互动 留下您的精彩点评 更多波士堂提问互动 来澎湃新门问吧 关注微博电视 参与话题波士堂互动 有更多的惊喜等着你 想爱我们节目现场面对面 感受BOSS与极客团的商业智慧吗 想一睹商业大咖的风采吗 请关注屏幕下方 波士堂节目官方微信公众号 发送您的个人信息 以及联系方式给我们 您还可以推荐优秀的BOSS 以及犀利有料的极客团成员 后来卖掉了吗 现在还在用 您在音响上砸了多少钱 我没算过 您会不会投资音乐领域 我目前没有考虑过 音响创业有机会吗 没有机会 为什么 因为做所有跟音响有关的企业 没有做大的 老婆支持你花钱买音响吗 通常来说 我一万块钱买的东西 我跟她讲是一千块钱买来的 太太一万块钱买的衣服 告诉你一千块钱 现在你知道了吧 我不知道 如果你一夜变穷 身边只有笛子 音响 手表和书 你先卖掉哪个 因为这里面能够卖钱最多的 就是音响 所以我一定先把音响卖掉 四大名著你最喜欢哪本书 《红楼梦》 《红楼梦》 《十二金铲》哪个最厉害 王熙凤 是不是你也是最喜欢他 没有 王熙凤他有一定的管理能力 那你最喜欢哪一位人物 我喜欢妙玉 妙玉 这是一般大家最讨厌的那个人 因为他装强总是 你为什么喜欢他 我感觉到他符合我的审美观 你觉得自己是贾宝玉吗 你想贾宝玉吗 我感觉我不是贾宝玉 我不喜欢贾宝玉 我也不喜欢林黛玉 如果让我娶的话 我宁可娶修宝钗 所以张总您怕老婆吗 我不怕老婆 她也不怕我 我想问张总 您为什么这么孝顺 因为您是巨蟹男吗 因为我母亲只有我一个孩子 所以我必须要对她好 否则的话就没人对她好 张总说过2040年之后 女人将统治世界统治男人 是不是你们家里 有一位母亲 有一位太太 有一位女儿 然后你在你们家排名 我感觉地位是最低的 不是 是因为很多的专家 根据人类繁衍 和现在的一个人的 对性倾向的一个演化的过程当中 由专家提出2040年以后 可能女人会统治男人 张总 您的性格里 有一些女性的细腻特质吗 我可能有一点点 你觉得成功者 那你觉得这个对做投资 是有帮助的吗 也许 我没研究过 快速地回答 其实是看出一个人快速地反应 以及他平时的这个思考的习惯 刚才张总的回答 你们满意吗 很满意 终于结束了 刚才是正面 我们看一个人要看全面 现在我要看反面 看反面 您背对镜头 好好好 我背对镜头 背对镜头 我通常这个时候会干一件什么事 指挥 对 指挥 但是我今天的难度有一点大 就是我出什么音乐 你进行什么样的指挥 跟着节奏走 我出什么音乐 你进行什么样的指挥 跟着节奏走 音乐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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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奏盖 E. J.E. 你的 你在给我心上 可惹 我融化在你環環的胸膛 一望無盡的月夜 隨地去流浪 所有的日子將你更晴朗 非常精彩 很精彩 我看張總在台上直播 非常感慨 真的一個好的投資人 可能就是像您這樣順勢起舞 風口在哪裡 他就能舞到哪裡 風口還沒有到的時候 他就能指點風口的起飛 要祝福您的也是 從今以後退而不休 跟著自己的節奏翩翩起舞 謝謝 謝謝 祝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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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也祝福 也謝謝我們現場的極客團 謝謝現場的觀眾朋友 謝謝張總 謝謝極客團 謝謝現場的朋友 歡迎登陸一彩網一彩客戶端 收看波士堂同步視頻 節目花絮嘉賓觀點分享 參與評論互動 留下您的精彩點評 登陸獨家戰略新聞客戶端 澎湃新聞客戶端 參與節目互動 感謝東方企業家 新郎微博 新郎財經 中心網大聲網 遊褲土豆 愛奇藝搜狐視頻 VPTV 華束 青天FM 喜馬拉雅FM 鳳凰FM UTIN RADIO 以及2345的大力支持